謝謝天父 各位電影戰會你們好,我們這次開始一個新的課程的網上討論會 課程叫做《如何高度發揮生命》 在這個課程中,我會講到如何高度發揮 如何處理生命各方面的問題,而高度發揮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主題,大家可以在這方面思考 如何我們可以高度發揮 第一個經文就是,我放了上來的經文 還有在經文上都有的,歷代至上四章十節 馬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 常願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這裏講到阿比斯祈求神 我們這次講到發揮生命,特別是提升 擴張他的境界,特別是這方面的 擴張他的境界,我們都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的生命,如何可以高度發揮 高度的提升呢? 就求主幫助我們追求高度的發揮我們的生命 因為當我們高度發揮生命的時候,神是很歡喜的,神是很喜歡的 我們整個生命是會非常之豐盛、滿足 也都能夠幫助別人,是非常之好的 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個心 神啊,我很想高度的發揮生命 高度的給神使用 全面性的,去發揮我的生命 進入神最高的領域 這就是這次我們課程所講的主題 擴張我們的境界 因為我們這次,我們之前有用過這個經文 根據這個主題如何高度發揮生命 來講這個經文 主要講這個部分就是擴張我的境界 其實我們到處看不同的基督徒 發揮,發覺每一個人的生命 發揮的程度是很不同的 還有,有很多人是沒有什麼觀念 沒有什麼這個觀念就是我高度發揮生命 他經常都覺得 我都是不去得到多少 我都不是能夠做到多少 我生命是這樣的 這個思維都頗多人有的 在我以前呢,初期做牧師的時候 我都是因為曾經聽過一個觀念就是 策略性的,教會策略性 我就說,有什麼策略呢? 每個星期做崇拜啊 什麼策略呢?我現在明白了 策略的意思就是 我們根據教會的情況 根據那些人的狀況 然後怎樣去發揮生命 怎樣去提升每一個人的生命 根據他的情況 譬如,教會的人的情況都是軟弱的 第一步就是先堅固他們和神的關係 然後下一步就是幫助他們處理生命 然後怎樣去發揮生命 根據那個情況也根據那些人的反應 譬如那些人的反應是很弱很弱的 首先呢,建立他們關注神所關注的事 還有呢,有一個 提先,因為呢,如果他們都沒有什麼回應呢 首先呢,建立他們對於群體 對於教會的那個看法 怎樣更加 大家都有心想建立教會 想建立神的角度 讓神的角度在我們當中實行 並且呢,互相關心 互相扶持幫助 這樣的時候他們才會 逐步逐步呢 是從心合意去 慶望福音或者是 發揮生命 這個以教會來說 以個人來說呢 就是說個人呢 就是我們呢 我們呢 有些基督徒呢 仍然在初步的狀態 並且思維可能仍然有很多 覺得自己都發揮不了 很多問題 也有很多人在這個狀況的 這個時候,他的策略呢 就是說,首先我怎樣可以 搞定自己的生命 處理自己的生命 怎樣 其實這個搞定自己的生命 一定是從神的關係的 我怎樣能夠建立 同神的關係呢 怎樣能夠呢 是 搬起神,感激神,享受神 從神得力 其實第一步是從神得力先的 從神得力 然後才能夠 在神那裡得到力量 才能夠去下一步進步的 所以 我們擴張我們的境界 首先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在什麼狀況呢 譬如我們可能的狀況呢 是一個 還是有很多軟弱 和神關係不太得力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反思了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呢 有什麼困難難了我們呢 有什麼困難了我們 以致我們的生命還在卡住呢 那我們就要找出這些問題 找出這些問題呢 我們才能夠擴張我們的領域 才能夠發揮的 所以我們第一就是 評估我們自己的生命 就是說 我們在什麼狀況 我們和神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們的心態是怎樣的 有很多人呢 他們沒有什麼心 擴展他的境界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信耶穌就是信耶穌 總之回到教會 我應該做的事 我有奉獻 我有幫助教會 我就已經做了應該做 有些人的心態可能在這個狀況 沒有想到就是 我們的生命是神有個奇妙計劃 神是要做偉大的事 在我們生命之中的 神要在我們生命之中 成就偉大的事 他已經寫在天上的 寫在他的賊償 詩篇139篇16到18節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讀一日 你已經寫在你的賊償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奇數 更多 神已經寫在天上的賊償 並且 神的旨意是可喜悅的旨意 神的善良順存 可喜悅的旨意是很好的 是很完美的 是令到神喜悅 也都令到我們喜悅 令到我們開心的計劃 當人相信我們走在神的路 就會進入一個喜樂平安 有果子的生命 那他就會更大動力 因為有很多人的錯誤觀念 就是說 我如果放得太多心思 在神那裡 我就會事業又不成功 也不成功 神又幫不了我 很多人的觀念 是這樣的 就是說 將他的生命分到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 世上的生命 然後 最要的就是 與神的關係 他就覺得 與神的關係 只是他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當他是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他自然就覺得 我放多點心思 在神那裡 是一種損失 是不會帶來什麼益處的 不會帶來什麼突破的 但是 如果我們明白 其實 神才是掌管一切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都是在 神的掌管之下 神是掌管全世界的 全世界都是在神的手中的 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我們人生發生的事 我們將來遇到的事 我們生命有多大的發揮 全部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當我們進入神的領域的時候 高度發揮生命 神起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會有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不相信這件事 就覺得 神的領域是另一個領域 就覺得他要用自己的方法 去追求世上的事 當我們明白 神的領域是包括一切的 他包括所有我們做的事 我們一切的事 都在神的手中 我們越走在神的領域 當我們走在神的領域的時候 神必然會喜悅 神就會成就偉大的事 所以 如果有人在一個狀況 他不覺得神是最重要的 剛才他在這方面需要去處理 就是說 正經所說的 這個世界和其中所有都是屬於神的 這個地和住在其中的都是屬於神的 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使人尊大強盛的是神 神能夠這樣做的 神能夠將這一切都加給 先求神的國 和他義的人 神都將這一切都加給我們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這個觀念 神是有一切 而我走在神的路上 我的生命就能夠發揮了 我不用自己 猛地去想我怎樣去發揮 我們只要尋求神 遵從神 當然我們都會尋求怎樣的方法去最大的發揮 但是我們知道 最主要發揮的資源都是來自神的 神喜悅,神自然為我們開路 所以我們就注目在神的身上 愛祂,體從祂,建立與祂的關係 全心的親近祂,遵從祂,服侍祂 神喜悅的時候 自然就會將我們帶進神的領域 我們越處理生命,越高度提升我們的事奉 就越進入一個高度的生命了 這樣就是擴張領域 我先說到有些人在一個初階的狀態 他就需要首先明白到神掌管一切 我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而神能夠凡事祝福我的 他第一步 第二步擴張領域 譬如他開始說我想了 就需要反思他有哪些地方需要進步 需要處理 譬如他和 他和神的關係 充滿是不強的 那怎樣可以加強呢 怎樣可以幫助自己 能夠整個生命都發揮 跟神的關係更加強 隨時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譬如我自己發覺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很大的恩典和祝福就是 第一我自己祈禱的時候 隨時想到耶穌立即 有能力 流過我的身體 即時有能力 即時有喜樂平安 還有我為人祈禱的時候 也看著那些人經歷聖靈的 看著他們經歷神的感動 愛、醫治、安慰、釋放、靈靈更新 我是看著那些人的改變 那我就看到 原來聖靈充滿之後 生命可以這麼高度發揮 於是我就很想高度發揮 我就很想高度的進入神的領域 那我就更多追求聖靈充滿 以及領受神給我的方向 以及去回應神的帶領 或者神給我一些教導的時候 我怎樣去說 怎樣去幫助人 以及怎樣去更有效地去侍奉 我亦都聽到周圍的人的意見 尤其我太太的意見 因為她會觀察到一些事情 她是和我最接近的 她會觀察到一些事情 她可以給我一些提議 或者她看到我教導的時候 幫人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 有什麼地方做得好 她都可以看到的 她看到的時候 就給我意見 也有其他人可以給我意見 這些都是為我擴張領域 我的生命可以擴張領域 就是說 當我們有這個動力 我們很想生命提升 我們又建立與神的關係 被聖靈充滿 在我們聚會每一次 我們後面都有聖靈充滿的時間 幫助大家更加投入愛慕神 更大被聖靈充滿 這個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 更有力量 更有動力去親人神 我亦都說出 我們那個動力 動力 我們去親人神 或者去進入神 高度的計劃 高度發揮生命的動力 是什麼呢? 那四點 第一點就是神 很愛我們 和她凡事都能 一切的能力 全兵在神的手中 她都是充滿愛的 第二點就是 她很愛我們 她很體重我們 很想提升我們 第三點就是 當我們全心愛神 親人神 遵從神 侍奉神的時候 神一定喜悅 一定祝福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蒙福 然後第四點就是 如果沒有發揮生命 沒有親人神 沒有遵從神 沒有侍奉神 在聚終活在聚終的時候 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大家反思了 我們想不想進入神 更大的 更奇妙的計劃 進入神完美的計劃 全個生命獻上給神 生命被神提升發揮 還有 能夠祝福更多人 無論我們做的什麼 不是每一個都是傳道人 無論我們做什麼 我們都是想到周圍的人 我們有一個好的見證 對他們有好的影響 去祝福他們 這就是我們可以 惡無追求的 在神裡面 如何高度發揮生命 因為我一聽神說 神是掌權 祂一定會施恩給我的 祝福我提升我 更高提升我 我越聽話 祂就越高 高度提升我的 我不聽話 一定帶來破壞性的 這就給我們動力了 為什麼我會持續有動力呢 為什麼我每天都用這麼多時間 去親近神 去寫作 去寫我們要教導的東西 去幫助人呢 因為我就是想高度發揮生命 我祝福更多人 這就是原因了 好 在這陣子我停一停 讓大家可以回應一下 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這個動力 去高度發揮生命呢 你是不是想去 進入神這個 高度的計劃 和擴張你的領域 我們就進入下一點了 下一點呢 就是將身體全然獻給神呢 我們就能夠進入這個神的 高度的 能夠高度的發揮生命 在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所以定軒們我以神的慈悲 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叫我們測驗 何為神的善良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這就是講到 高度發揮生命 高度進入神的計劃 就是 將身體獻上 這裏普羅姆說到 是全道人才將身體獻上 而是所有的弟兄姊妹 弟兄們 我要神的慈悲勸你們 你們都有神的恩典的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是神喜歡的 是理所當然的 是應該這樣的 因為神賜這麼多恩典給我們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發揮生命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整個生命給神使用 還有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讓我們能夠 察驗神的善良順全 即是完美的 可喜悅的旨意 就能夠進入神這個善良順全 完美的可喜悅的旨意 這個旨意就是一個 高度的生命的發揮 其實我們進入神的計劃 是有層次的 起初的時候 進入一個程度 然後後來 就越來越進入 越來越提升 就是有什麼策略 怎樣的策略 可以帶來更大的生命的發揮 和祝福更多人 我自己 都是很想追求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 有為我祈禱的 領受到任何意念 他們說 有這些提議 你可以這樣去更大發揮 我是很久 去聆聽的 也都是 求神開勞 叫更多人 或者教會 或者教目 都能夠 開放給我 去影響更多地方的人 這個就是 神為我們開勞 我也都求神 叫這個疫情減退 叫我們能夠再一次出發去宣教 尤其是可以帶大家出去 大家看到聖靈的工作 會更加被激勵 就是說 這個發揮生命 其實是進入神的高度的計劃 越進入神的計劃的最高點 因為神的計劃 都有一個普遍的計劃 和一個很指名的計劃 在詩篇139篇裡說到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天已經寫在你的賊上 就是說 我們每一天都已經寫在神的賊上 神在我們每一天都有計劃 如果我們沒有身體獻上 就不會進入這個計劃 我們身體獻上 就能夠進入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 就是越進入 越將身體獻上 越委身的時候 就越進入這個完美的計劃 就整個生命 就會更高度的發揮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也會說 神啊,你幫我吧 我尋求這個完美的計劃 尋求這個最高度的計劃 讓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的發揮 好,我們到第三點了 第三點呢 我開始的兩點都是一個普遍的介紹 就是介紹這個觀念 就是高度提升生命的觀念 然後第三點開始就是 一些具體性的行動 第三點就是 不要因爲耶穌而跌倒或者叛倒 在馬太十一章第六節那裡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就是沒有因爲耶穌而跌倒的人就有福了 而我就寫了一些說話 就是說,有些人會因爲什麼而跌倒呢? 有些人會因爲耶穌的不同方向 譬如,耶穌想我們毀身去愛神 我曾經在一個教會 這是一個傳統的教會 有一個人回應我,他說 你講到愛神 我覺得很肉麻 講到這麼感激神 歡喜神,喜歡神 他沒有用這些字眼的 只是當我形容我愛神的時候 如何感激祂,喜歡祂,以神為樂,歡喜神 他說我覺得很肉麻 為什麼他跟神的關係是這樣的? 當時馬上也有個教友 因為那個教友有聽過我的教導 而他是接受的 他就說,聖經第一個介命就是 盡心盡聖,盡意盡愛你的神 我們應該是以神為樂的 那個人也沒得回答 就是說這個人因爲什麼跌倒呢? 因爲要全心愛神,他跌倒 或者他聽到我們那些祈禱 神啊我真是歡喜你,我真是多謝你 我真是喜歡你,我真是喜悅你 神你真好啊 神啊我渴望你,我渴望你 我渴望你,好像六切無溪水 那樣來到你面前 我很想你跟我一起 我很想你大大祝福我 有些人聽到這樣的祈禱 他會叛倒的 他會覺得,哇,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會這樣祈禱呢? 也有些人曾經以前,在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在教會裡,很多祈禱都會叫耶穌 耶穌啊,多謝你耶穌,多謝你 感謝耶穌,我歡迎耶穌 有人這樣說 耶穌是龍的嗎?為什麼你經常都要叫耶穌呢? 我們就回應他,不是耶穌是龍的,而是我們叫耶穌的時候 就是代表我們的心拉去神那裡 我將我的心拉去神那裡 我叫耶穌為了我自己 耶穌啊,就是我的心一直歸向耶穌 不是耶穌聽不到的 他就覺得呢 祈禱就這樣說,他要什麼就行了 為什麼要這樣這麼欲緊呢? 為什麼要這麼迫切呢? 這麼歡喜神呢? 這麼有感情呢? 有些人就是因為這些而叛倒 我現在是說出一些可能性 有些人不同的原因 而因為神而叛倒 他接受不了神就是這樣 他就因為這而叛倒 我們自己都反思我們的生命 我們有沒有什麼東西 令到我們被叛倒 是我們的思想 我們有什麼的思想 是同聖經所說的 是不相符合的 只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需要調教呢? 這樣就需要去改變 比如有些人呢 就因為聖年充滿而跌倒的 他說我沒有辦法接受人呢 為什麼會哭得這麼緊要 笑得這麼緊要 又會跌倒在地上 我沒有辦法能夠相信 在我來說 當我第一次看到 佩爾曼為人按手 那些人跌倒 我的心是好奇的 為什麼神的能力可以叫人跌倒呢? 我真的很想嘗試是什麼 就是我一點都沒有害怕 因為我覺得 如果神的能力可以這麼厲害 臨到人身上 我會覺得很喜歡 所以後來當安卡來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為人按手 我立刻看到人跌倒 我立刻走出去 我是想都想不到 當他一按手的時候 就好像電流一樣進入我裡面 還有很大的愛進入我裡面 是我想都想不到的 但是呢 有些人就會很難接受 他的心裡面是不開放的 他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跌倒 會笑 會哭 有沒有搞錯 我不想這樣 有些人會這樣說 我不想我經歷聖靈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醜怪 神某一方面判到 也有些人有些錯誤的看法 他說 聖靈來到 應該是平安的 他說 我看到這些人的經歷 我是不平安的 他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他不平安不是因為神那樣工作 不是因為神怎麼去醫治那個人 而是因為他不見慣 而且他不相信神可以這麼深入進入人的心裡 我也跟他們解釋 我想想想 如果你所有的憂傷 所有的煩惱 一下子被醫治 你會不會都很感動 很感動 會哭出來 譬如說 很簡單 如果有一個人 很關心你 在你很痛苦的時候 關心你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很感動呢 我們都會的 神進入人的心裡 祝我人的心 是會令到人很感動 會哭的 這個是神會做的工作 有些人又不明白為什麼會笑 原因就是 因為神是喜樂的神 天堂是開心的地上很多 因為人習慣了地上的嚴謹 就是很多時候習慣了在教會 就是嚴謹的 沒有什麼感情流露的 他就認為這樣才是熟靈 就是要沒有什麼反應的 這個是他的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以至叛倒他了 叛倒他 他就覺得 如果一個人哭得很厲害 這些是不正常的 笑得很厲害是不正常的 跌在地上是不正常的 他沒有去問那些人 沒有去問那些人 你跌倒的時候有什麼經歷 你探的時候有什麼經歷 他沒有去問這些人 所以他不知道 他只是覺得 以他的角度來講 他不明白這件事情 他就因為這件事情而叛倒 有很多人是因為不同的事情叛倒 所以不能夠高度提升他的生命 也有些人覺得 我要侍奉很大損失 還有有些人有些觀念 比較奇怪 他說牧師應該是窮的 還有人工應該是很少的 讓他不要貪愛世界 其實很奇怪 就是說讓他們窮一些 他們就學到依靠神 所以教會不要給那麼高的工資給牧師 這些都是一些人的一種的觀念 他們覺得牧師一定是窮的 就看到教會給牧師都有人工 有些人工比我還高 他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我自己解釋一下 我自己是義務的 我現在侍奉是義務的 我現在侍奉是義務的 就是我以往受的人工 都是好像普通人做工的人工 我並沒有試過在一個教會裡面 有受超級高的人工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教會 都會有一些比較高的人工 他們就覺得牧師 我也聽過有些教會 那些牧師是很低身的 而且是很苛刻 他條件是很苛刻 這就是他一種的想法 攔阻他 他覺得 嘩,侍奉是很黑苦的 我不敢侍奉 如果我侍奉就會很窮 我不能夠侍奉 這樣 這些都是人一些的難助 就是覺得侍奉是很慘的 就不是覺得侍奉是很豐盛的 是很喜樂、很平安的 就是很多人都未必有這個觀念 另外有些人就因為教會要奉獻 而被叛倒 或者是有些人說 有個人沒有愛心 有個人不歡迎我 不跟我聊天 我要離開教會了 這些都是一些的原因 有些人就因為 教會某些的問題 而被叛倒 那這個是 當然很可惜 教會裡面有些人會這樣 是可惜的現象 我是 鼓勵人 就是說真的在教會裡面 避免這樣做 但有時候是避免不了 因為教會裡面有 真是信主的人 也有些不是真的信主 有些人是有需要 去教會求幫助 或者有些人始終都沒有成長 是真的有這樣的 如果我們因為他們的行為 而我們的心裡 被叛倒 我們就不開心 就煩惱 這個時候 或者我們對神 就抗拒 神為什麼會這樣 我聽過有人這樣說 我真的很抗拒神 為什麼神會 容許這些事發生呢 神不是聖結的 不是聖結的 不是聖結的不是神 是人 是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不代表是 不代表神就是這樣的 問題在人的地方 我們要分開分清楚 事實上有很多人 是因為人的問題 因為教會的問題 因為聖經有些要求 譬如有一個人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我讀書 我都不喜歡 我上學的時候 都不喜歡讀書 現在我上教堂 要我讀聖經 我真的不喜歡 這些是因為要讀聖經 而他的心就會被叛倒了 有不同的人 因為對於聖經 對於神 對於神的要求 其實神是 他的要求同時 他有很多恩典給我們的 但有很多人 因為這些事 而被叛倒 他們生命裡 很多不能夠接受的事 於是生命叛倒 生命不能夠發揮 我希望大家 當我們知道神如此美好的時候 就這些所有的問題 會處理 我也聽過有些人 在教會發生的事 他們對於神很抗拒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好 在這個時候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 就是說我們想生命發揮 首先就是我們生命裡 有些什麼會被叛倒我們的 有些什麼會叛倒我們的 我們都處理 就找出問題在哪裡 不是怪責神 而是說人有問題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是求神幫助我發揮生命 被神使用 因為人不能夠搶走神的恩典 所以我不要因為人的緣故而叛倒 或者因為聖經的要求而叛倒 而是我將生命獻上是最好最好的 對我們最有益處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求主耶穌和我們一起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個人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神你的計劃最好的 最完美的 求主幫我們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進入神的為我們預備的最完美計劃 讓我們的生命高度發揮 當我們生命高度發揮的時候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祝福 神一定提升我們的生命 賜給我們須用的一切 並且賜給我們須用的智慧 恩賜和機會去發揮生命 神也都大大的今生和來生賞賜我們 我們必然蒙福的 就得著耶穌所應許的封城生命 求主幫我們渴望你 渴望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放下自己所有的難阻 所有地方難阻我們全心跟從神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放下 求主赦免我們的不信的罪 幫助我們全心信靠你 感謝天父 神啊我們發想你 我們渴望你 我們渴望你 主啊我們僅靠你 主我僅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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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生意我利 主我僅靠你 以愛感動我生 將我生 靠我生 我只靠你 好僅靠你 我僅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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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僅靠你 我僅靠你 讓我生 我僅靠你 以我来,主我更靠你, 以爱更做我,我心将我更拥抱, 我只归你,属于你, 我只归你,只归你, 我只归你,属于你, 我只归你,只归你, 主要帮助我们寻求神力高度的计划, 让我们生命高度的给你提升, 我献上所有,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献于亲爱,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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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于亲爱,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多谢天父神, 我们献上所有, 进入神高度的计划, 发挥高度的发挥, 我们生命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的生命必然高度的被提升,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注目在你的计划, 注目在你的身上, 注目在你的大恩大爱, 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 他需要你的恩典, 主帮助我们注目在他们的需要, 有怜悯的心,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啊, 我们愿意全然的给你使用, 高度的进入你的奇妙计划, 高度的发挥生命,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